政府抱持开放态度 讨论修订反跳槽法漏洞 哈喽大家好 我是Covine 老实讲看到这个新闻 我还是蛮欣慰的 因为有追我视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之前我也是建议过 安华还有团结政府 应该要自己去修订反跳槽法的漏洞 现在声明已经组成熟饭了 议长已经宣布了 不会悬空土团党六个叛将的国会议席 议长认为 土团党就是开除这六个土团叛将 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动上市党籍 所以是没有违反反跳槽法的 这个争议闹得满城风雨 有人欢喜 有人游 有人甚至是在谩骂 讲这个团结政府真的是小人 竟然违背了团结政府的初衷 就是改革 你竟然滥用反跳槽法 有这样子的声音 我们必须要认知到这股声音的存在 所以现在既然声明已经组成熟饭 安华手中已经掌握了超过148个国会议席 因为六个土团党叛将 现在已经变成了独立议员 所以政府是绝对有足够的票数来修改宪法 修改法律的 因此如果安华能够在他的任内去把反跳槽法的漏洞给补上 把当初西蒙想要的那一个开除 即等于是跳槽写进去 那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 人民对于这个反跳槽法的信心瞬间就回来了 因为漏洞没有了嘛 对不对 现在大家担心 土团党如果这样都没有中这个反跳槽法的话 那团结政府里面的行动党还有巫统 他们的党章修改过后也是跟土团党差不多的 会不会因此团结政府内部也可以青蛙乱乱跳呢 虽然在我的认知跟理解里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因为哪怕巫统跟这一个行动党有叛徒 有这个叛将 他们也不会笨到写一封开除信给这一些议员 他们会拿着这一个党章去跟议长讲 现在我们有自家议员要跳槽过去支持对面的这一个政党 我们现在根据党章告诉议长 这六个人或者是这某某人是违反了我们的党章的 所以请议长根据我们的党章宣布 他是自动退出他们的这一个政党 然后要悬空议席 基本上概念是这样的 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一个争议 很多人其实不相信这一套论述 很多人认为青蛙乱乱跳的时代又要回来了 所以你讲安华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很有必要 要马上去成立一个团队来修订这一个反跳槽法的漏洞 像我刚刚讲的 只要这个漏洞没有了 人民对于反跳槽法就自然信心就回来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你自己主动去修订这一个反跳槽法 恰恰是能够更加打脸土团党的 就是你土团党一直讲我团结政府烂权 一直讲议长不公 可是当我们修改反跳槽法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已经足以向人民论证 并不是议长烂权 而是这一个土团党自己写了一封开除信 这个印象呢就能够更加的浓烈 你只有自己去修改反跳槽法的这一个漏洞 补上去才能够更加坐实 土团党是明知故犯的 这是我强调的第二点 当然现在这个争议闹得满城风雨 我讲什么都一定会有人不满意不爽的 不过没关系 根据现在的这一个情况 我认为土团党会怎么做呢 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的这个法律团队把这个政府告上法庭的 如果他不告上法庭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一场阳谋 因为如果你自己是吃亏的那一方 你是受害者 你都不把政府告上法庭的话 那不是变相坐实了 其实你也知道是告不尽的 因为根据这个法律 根据这个宪法 你就是开除 所以土团党的动作 我们也是要进一步关注的 我们要看他到底有没有提起法律诉讼 有没有把团结政府告上法庭 如果他有告上法庭 OK 那我们就让法庭来去判 到底团结政府有没有违反宪法 有没有违反法律 到最后法庭的这个判决 就是相对最公允的吧 因此团结政府 如果我是团结政府里面的这一个成员 我是他们的这一个部长跟议员 我一定在国会那边挑战这个土团党 你们赶紧请律师把政府告上法庭 我们在法庭间来看一看到底是团结政府违宪 还是你们自己出了一封开除信 把那一些议员给开除掉了 就看你土团党敢不敢 我觉得团结政府是有这个必要性的 除了修改法律 除了把这个漏洞堵住之外 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一个土团党走法律诉讼 让法律 让法庭来做这个公允的判决 因为现在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坦白讲 平民老百姓哪里知道这么多的细节 所以土团党有种 就把团结政府告上法庭 然后法庭间让法律来定征章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但是哪怕土团党真的把政府告上法庭 哪怕法庭到最后的判决 依然是团结政府胜利 团结政府没有违反宪法 可是只要这一个反调查法的漏洞 一天还在 那么就一定会有人诟病这个团结政府的 因为很多的这一个人 其实是不看这么多的理据的 很多人就是看 我认为我觉得我相信就把这个事情当成是真相 我不是讲这样子的这个行为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人的本性 我们要知道人的本性就是我会更加倾向于相信我自己相信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有法庭来做这个公允的判决 除此之外政府也要有足够的诚意去修订反调查法的漏洞 双管齐下才能够挽回所有人民对于反调查法的信心 同时能够堵住那一些认为政府滥权的这一个人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态度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